9026路线客运托搬问题持续 关心通勤族权益的立法员蔡世英再次邀请主管机关 公路总局及台北市区建立所等单位开会协商如何解决 台北市区建立所方面表示 目前已经派员到各大站点紧盯班次状况 并依法对于托搬等违规事项持续开罚 到2月20号为止已经开了15张罚单 一张罚单9000元 建立所也协助辅导客运业者 解决司机缺缘及车辆不足等问题 台北市区建立所针对9026近期 就是人车班次突翻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我们有加派人力 包括基隆端的一个主要大站 去协助调度支援车辆的调度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针对9026的客运业者 他一些班次不足的部分 我们也开出相关的法端 针对他一个班次事务不足的部分去做处分 然后另外也辅导业者 就是包括协助帮他招募 适当的一个人力跟租借 协调业者租借相关的车辆 让他能够回复正常的营运班次 我们会依照公路法相关规定 只要他有未依规定开班 拖班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一定会做处分 那如果拖班的情况严重的话 依照公路法规定 最重就可以因为他的一个经营不散 然后去给予限期的一个改善 如果未改善完成的话 都可以废止他的运输业执照 然后最长期间是一年 立法案蔡世音除了要求公路总局方面 持续稽查督促客运业者改善外 由于公路总局方面已经同意 9026路线在假日延伸到 南港转运站上下课 蔡世音也呼吁客运业者紧速实施 方便通勤民众搭买 重点是满足我们的市民 南港到基隆的这样的一个通勤需求 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是 9026它延伸到南港转运站的部分 那目前公路总局同意 他在假日的时期 全部都要进南港转运站 那公务已经同意给符合客运业者了 那我们请符合客运业者 竞速决定始发的时间 就是现在只到了南港展览馆 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南港转运站 这是业者来决定的 那公文我已经就协调完毕了 公文都发出去了 就请符合客运竞速的决定始发的时间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